16款全都是没有喝的 我超喜欢的一家重庆火锅终于开到杭州了 握住这根救命当草 我好想吃人工餐 入香随俗点个鸳鸯锅 文采好伤啊 里面是加了冷锅鸭血的 这个是老鸣茶吗 你嘴喝死了 我打了一个芝麻酱碟 一个重庆的香油碟 开吃开吃 火锅第一口还是吃毛肚 这个是七大招牌腊 我来见证一下是不是重庆的味道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奔上一个甘油碟 也可以用来涮火锅 这个藕片好弱啊 哦还是小吃点 我觉得煮过以后更好吃 煮过以后有卤菜的那个香味 还有火锅的锅底上 火锅店不能没有肥肠 这个肥肠真的是必点差 又怕又弄一点都不行 可能他们更适合杭州人吃 所以我选择要加麻加辣 而且是加很多麻加很多辣 全部都可以加是吗 对的 还什么时候干净的呀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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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还可以再加吗 可以加 还要加辣椒吗 鲜蛋 火锅才开始 这个是火龙果虾滑 在重庆的时候也有吃 这个嫩牛肉跟我在重庆吃到的一模一样 我还专门往调料里面加了花椒 所以现在吃起来麻麻辣辣的特别好吃 这个补餐肉也是肉特别多的那种 这个虾滑QQ弹弹的特别嫩 还能吃到虾肉 这个蘸干辣椒更好吃 这个是火龙果虾滑 吃不出什么火龙果的味道 但是甜甜的跟虾滑还是很搭的 这个一定要裹满蘸酱 这个外面肉很嫩 然后里面那个脆脆脆的 这个是腊卤牛肉 我们争取两口把它吃完吧 走吧 吃甜点 他这里人好多啊 你能边吃边的